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这一条戒律间接让僧众吃不得肉食 这是我用心良苦之意 当年我用天眼观察众生罪恶福报轮转 观察地狱之众因各种贪欲堕落 死贪包括吃活物杀生害命导致短命恶报地狱之苦 保持享受而生出淫欲 贪淫作乐而堕落畜生在遭受杀害 佛陀 我也观察到后世数千年后的悲惨世界 皆因这些贪欲而起 故我命僧众不得接受活杀之物 佛陀 海儿 我说过 一滴水里有许多你们看不见的微生物 你可知道当年我就观察到后世种种疾病 皆因贪欲而起 我当年已知世上众生因为吃肉食而导致的种种灾害 一滴水里的万千种微生物进入鱼虾类细胞 大鱼吃小鱼 鸟类食虫子及河里的虾鱼 大鸟捕捉小鸟 林中动物互相捕食 人类捕杀动物及湖海虾鱼使致 所以直至数千年的后世 你们人体一从出世就有百千细菌在体内 都是母胎代初再传到下一代 当年我就以天眼观察得知动物肉里的万千种细菌基因 非常容易进入吃肉者的人体进行演变再到突变 这时你们人体就会生出猪病 我这么说 你明白为何你师父劝你们佛弟子不吃活杀食素了吗 童子弟子现在才知道佛陀的慈悲之意 以及师父的苦口婆心劝道 佛陀 墓前连 你说一说当年地狱救母之事 墓前连尊者 顶礼佛陀 当年蒙佛慈悲 正悟果未神通后 非常挂念 王母去处 所以打坐数日 魂体出窍 到处去寻找 王母堕落之处 问得当年母亲出身的村庄的 守门夜叉 鬼差 得知她现在的地狱处境 又用神通 预知她结满将堕落畜生道 再等畜生道劫难完结 要在人道贫苦之家受苦 我光看完毕类留不止 当时向世尊请教 目前连尊者 世尊给我解说 王母三世英国 劝我用王母 明义供养众僧 以此功德 让她解脱地狱之苦 转头人道 我当年依佛陀之主 将供养僧团内的 众比丘的功德之国 转给王母 如此 我母亲才脱离恶道 轮回之苦 投生天道 童子 目前连尊者 这就是后世师父 教我们的念诵佛经 给王者助念 在王人四十九天之内 给王人做功德 念诵小房子 超度到三善道 是一样的道理吗 目前连尊者 正是 你们多多感恩 与你恩师台长 及观世音菩萨吧 恩情深似海 我们在天上 是一清二楚 这种恩德 就好比母亲怀胎之苦 养育长大之恩 作为佛弟子 不要忘恩负义 背叛师们 童子 弟子知道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17042020 答 这几篇 一边讲的时候 师父都看到了 佛陀在2500年前 就告诉我们 水中有很多微生物 百千万种 我们现在一般的水能喝吗 为什么大家要喝矿泉水 佛陀早就看出来了 江河湖海的水 泉水 都不能喝 都有细菌的 佛菩萨 真的很伟大 佛陀非常 平易近人 一个小童子 可以让这么多菩萨 给大家 讲述当年的情况 目前连旧母的故事 在佛经中 都有记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